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即将在北京展开的美中高层会谈 这不仅是一次外交对话 更是两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事件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议 将涉及台湾、南海、俄罗斯及人工智能等多个敏感立体 意味着两国的紧张局势将被推向新的高峰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谈中 双方将面临艰难的辩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王毅强调中国的立场调中国的立场不容动摇 而沙利文则坚持美国的支持立场 南海的紧张局势也将成为焦点之一 两国在此话题上的分歧恐将导致激烈的交锋 此外,人工智能的合作与安全问题也将被提上日常 这是当前全球都面临的挑战 这场会谈不仅讨厌住双方的外交智慧 更反映出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挑战 双方能否找到共识将直接影响未来的国际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紧张而充满期待的星期二早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杰克·沙利文·杰克·沙利文·杰克·沙利文和中国外长王毅 即将在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重要会谈 这次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和关税问题 还将深入探讨、毒品管控、两国军事接的更好沟通 以及人工智能安全等议题 这次会谈的意义深远、加州峰会的延续 也是美中两国领导人拜登和习近平共同规划的成果 沙利文此次访华是去年11月两位领导人讨论并决定的结果 这次会谈经过了大量的计划和安排 现在终于在北京成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张·科比透露 这是自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苏珊·赖斯·斯森·萊桑华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次访问北京 除了台湾问题 沙利文还将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 以及包括朝鲜、中东和缅甸在内的其他国际热点问题 这一系列敏感话题无疑将进一步考验美中两国的外交智慧 中国外交部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次会谈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步骤 王毅也将其此机会提出有关台湾的严重关切 声明指出美方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日联合公报的规定 并履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 此时南海的局势也在升温 美国方面希望通过这次会谈解决南海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 尤其是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上 近期 马尼拉对北京在南海的反复进行的侵略性不专业和非法行为表示不满 指责中国飞机在红颜岛和苏比交上空对菲律宾民用飞机进行不安全的机动 特别表示 沙利文还将讨论台湾海峡的海上紧张局势和一系列其他问题 包括不公平的经济实践 中方则强调将向沙利文传达日外国家不应挑衅对抗或加剧紧张局势的立场 中国外交部补充说 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选意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 该地区的国家完全有信心、智慧和能力妥善处理问题 沙利文此行的重要性无疑非同小可 这不仅是美国在亚洲战略中的一环 更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北京这场涉及台湾、南海、俄罗斯及人工智能等议题的高层会晤 无疑将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 这次会谈的背景是在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刻进行的 随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益增加 美国对其各种行为的关注也日益增多 正如《华盛顿周刊》所报导的 这次会谈不仅仅是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一次会晤 更是一次双方利益和立场的碰撞 在美国、媒体也在密切关注这次会谈的进展 纽约时报报导称 这次会谈将是一次决定性的外交对话 而《华尔街日报》则强调 沙利文和王毅之间的讨论将集中在如何减少两国之间的误解和误判 CNN则指出 这次会谈将测试两国能否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沙利文和王毅将如何处理这些复杂且敏感的问题 无疑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每一句话都可能对未来的美中关系产生人的影响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会谈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外交对话 而成为了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一环 在会谈的第一天 沙利文和王毅就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王毅强调 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坚定不移 并警告美方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沙利文则表示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 并强调美方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退让 第二天双方将目光转向南海问题 中国强调其在该地区的历史和法律权利 而美国则呼吁中方尊重国际法和其他国家的权益 这一话题引发了双方的激烈辩论 使得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一天 双方重点讨论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如何确保其不被滥用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沙利文和王毅一致认为 双方应加强合作 共同制定相关规范 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可控 正如美联社署报道的 这次会谈虽然充满挑战 但也展示了双方在某些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无论是台湾、南海还是人工智能问题 沙利文和王毅之间的讨论都为未来的美中关系 设定了新的基调 这次会谈的结果如何将对未来的国际局势 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会谈的结束 沙利文和王毅在记者会上分别发表了讲话 沙利文表示这次会谈是坦诚而有建设性的 但也强调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王毅则表示 中方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但也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这次会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但它无疑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正如路透社所指出的 这次会谈的意义在于 双方愿意坐下来面对面的讨论问题 这本身就是总进步 未来美中两国能否在这些关键问题上 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将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 这次会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要自助美中两国在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分歧方面 迈出了新的步伐 无论结果如何 无论结果如何 这次会谈都将对未来的国际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 这次会谈是美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读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美中会谈的议程 我认为这次的会谈对于两国关系和全球和平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台湾问题是关键 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同时又支持台湾的防御能力 这其实是在平衡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 人工智能安全也是重中之重 两国在AI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避免技术误用 从而提升全球安全水准 幸好这次会谈涵盖了这些重要议题 为两国未来合作奠定基础 魏楚天书 你这么乐观是不是吃了什么增加脑内多巴胺的东西 台湾问题上 美国的行为就像是在玩火 支持台湾的防御能力 这下的我苹果都掉地上了 这只会让中国更感焦虑和愤怒 再说了 人工智能合作 你以为是两个小朋友在交换玩具吗 这种技术竞争只会加剧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这次会谈的结果大概只会是各说各话 然后大家回家看Netflix 谢琪琪 你这种悲观主义真是让人无语 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这次会谈的积极面 美国的政策是为了维持区域稳定 不是单纯为了刺激中国 历史上 美国和中国已经多次通过对话避免了冲突 例如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成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而且 人工智能合作不仅仅是两国的事 它关乎全球的技术伦理和安全 我们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放弃合作的机会 楚天书 你拿尼克松访华来说是 那可是50年前的事了 现实是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中国的强硬立场 让情况复杂的多 历史上 像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 这些刺痛的记忆 让中国对外来干预非常敏感 再说AI合作 这就像在说我们来一起研发核武器吧 然后共享技术 这是不现实的 两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 没有那么容易放下戒心 这次会谈不过是各自表态 拍张合照 然后等下一次再吵一架 谢奇奇 你这魔说就太悲观和片面了 美中之间确实有很多历史和现实上的矛盾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努力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中美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但通过诚意和智慧 双方还是找到了合作的方式 而且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如果我们不在人工智能方面加强合作 那么未来的风险只会更大 这次会谈至少是一个开始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机会 楚天书 你这样的理想主义真让人感动 但现实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拿尼克松访华做例子很不合适 因为当时的地缘政治和现在完全不同 现在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已经升级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可不是简单的合作能解决的问题 而且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 过度乐观只会导致更大的失望 这次会谈不过是双方在就问题上再一次确认立场 能达成什么实质性成果 我看非常有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失业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国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YouTube 我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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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